在经历了三冠王会皇之后,一甲豪门国际米兰今年来,一直都在苦苦探寻父亲之路,由于此前球队球员年龄偏大,让球队更新换代出现了裂痕,原本竞争力十足的国民渐渐的变得平庸, 但是他们身上的豪门志气,依然回到三美拉查的上空,上个赛季他们最后一轮奇迹般的华欧连为欧冠,今年夏天也是在招兵买马,期待王者归来,来自意大利媒体Football Italia的报道,白人中场大价比达尔已经正式和国际密兰,贪妥了个人待遇,据报道称,这名智利中场将与国民限定一份美系三年的合同, 其年新费500万欧元,白人和国民之间也就这笔交易基本达成一致,Football Italia表示,国民这笔签约,依然是采用先租后买断的方式,虽然之前此际屡屡屡受挫,但是国民与白人友好的关系使得这笔状会很可能短时间内达成一致, 31岁的比达尔曾在一甲游文效力,对于重回一甲,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,媒体称,这笔转汇的租借费和转汇费加起来,大概在2000万到2500万欧元之间, 对于作为,目前转汇市场少有的世界级B2B中场,虽然已经31岁,但是这个价格可以说是超值, 新萨基国民多现作战,重回欧观的他们必将倾注全力,奋力一搏,而在引进比达尔之后,求你们会惊讶的发现, 如今的国民中场赛,人组可谓是真正的超强脚肉鸡,不如作为其加纳因哥兰加比达尔BNB组合想必,会让各个对手苦不堪言, 即便在欧观赛场,面对更加豪门,这个中场引渡也会令很多球队头疼不已, 如果比达尔真的可以加盟国民,或许对于下赛季的欧观赛场,国民值得我们更多的期待。